土石不斷从山坡滑落 冲向柏游路面 淹没了一个车道 车辆进退两难 只能在原地苦等 小山猫来回清理土石 隧道内整排车辆都在等 受到连日大雨影响 苏华公路从德隧道南端出入口 7号下午4点多发生土石流 双向交通一度受阻 直到傍晚6点才恢复单线双向通行 终于让民众能赶在天黑前通过 大雨滂沱 雨刷来回摆动 能见度还是不佳 截至7号晚上祭典 一整天的累计雨量 前五名都出现在花莲 都超过120毫米 连铁路也出状况 那个路段现在是没有办法通行 大雨导致铁轨淹水 部分列车延误 大批旅客挤在车站等待 只希望这场雨别再釀灾 华人新闻 张艺君 洪西宇 蔡志敏 花莲报道 哈喽 我是蕾亚 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 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市新闻 YouTube频道